今天我要講的主題是VMware跟微軟如何搭建PaaS平台 我想先請教大家 大家有在開發微服務嗎 有在使用容器嗎 有 哇你們都蠻厲害的 很認真 那其實每次要講微服務或容器之前 我都會先說一個警語 就是不要沒事為了微服務而微服務 也不要為了容器而容器 因為所謂大家在談應用現代化 好像非要跟這兩個事情站上邊 才叫做現代化應用 可是我覺得現代化應用應該不只是這樣子 不過我們今天還是要來講一下微服務跟容器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有一點工商廣告的嫌疑 我想大家在開發尤其是我們先不要談到微服 我們先談就是說這個在使用容器應用的 你要把應用放到容器裡面其實這個流程跟這個步驟非常繁複對不對 大家寫Darkfile還開心嗎 點頭的夥伴其實非常認真 其實如果是我的話 我希望我是可以攝後不理 我把我的這個程式 Pull out GIT 我就要下班 以前我們都是這樣過日子 可是因為有這個容器跟這個KVS之後呢 我要做的事情變多了 我要搞一點跟我好像程式不相關的有一些Infa概念的Darkfile 在裡面對不對 還要搞一下這個KVS的壓末檔 然後最後才能夠步上去 那當然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你可能要切換不同的工具 然後反覆的去檢查問題 可是其實如果是我今天有機會在跟著大家一起工作的時候 我會說你是不是先把你的程式先做好單元測試 做好測試之後再打爆容器 去降低整個來位 因為你的程式的正確性跟是不是在容器裡無關 對不對 跟在KVS裡無關 這個是我想說的 那這個過程其實還蠻煩的 所以我們從一些國外的report 從這個國外的一些調查裡面 發現有一些開發者其實不太開心 我想說一個這個 我認識一個英國的開發者 他跟我說Rex 如果我有一個時光機 我要回到過去的歷史 他要殺兩個人 他是英國人 他說第一個要殺的是希特勒 讓這個世界混亂了這麼久 第二個要殺的是KVS的發明人 他說有三個 不是只有一個 你應該用複數 那其實他覺得說這個KVS對他來說 是一個非常額外的困擾 這個也真的是一個事實 那有沒有一些更好的方法呢 就是說 其實大家希望是專注應用 因為我們在寫程式 其實KVS是一個非常英法的東西 或者說現在很多發展 非常多在 其實跟英法是 所謂雲原生 已經開始漸漸跟英法已經糾結不清 那可是以我們的 過去的開發習慣 或是我們希望是 我們要跟英法結有合 我們希望可以 就是說可以快速的 在不同的英法裡面去部署 這個也是 Spring啊 這個framework的開發的一個原因 這邊我沒有放那一個PPT 大家知道Spring Framework是哪一年發明的嗎 Spring Framework是2003年發明 那大家知道Spring Framework現在最大的sponsor 這個 投錢給這個團隊的是哪個公司嗎 VMWay 謝謝大家的捧場 前一個session我洗腦了算很成功 因為很多人說VMWay不就是 我在電腦裡面裝的那個虛擬化技術嗎 對不對 那其實VMWay做了很多這樣的事情 而且做了非常多年 從2009年VMWay就已經把它收購 到目前為止 像前一陣子來台灣的Jush Long Jush Long其實就是 他們這個團隊長時間 就是由VMWay提供資源 去support他們去開發這些東西 那漸漸的 我們開始也投入了 對於一些商用的產品的支持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是Spring 後來Spring一開始Spring Framework 是一個非常難寫的東西 一個難搞的傢伙 你要做很多XML的設定 那我以前搞過XML非常困難 那到後來Spring Boot跟Spring Cloud被發明 那很多人會問我說那個Spring Cloud 不是有了這個K8S出現之後 Spring Cloud的角色就下降了嗎 那其實要這樣說當然也對啦 可是有些工作當然就是說 非常多的分工嘛 那其實Spring Cloud是一個 偏向大量開發者思維的一種架構 我曾經問過Jush Long一件事情 我說 我問他說那個你看K8S被發明之後 我們Spring Cloud是不是已經沒有角色了 可是其實我們想的事情 他反問我一句話我覺得也可以值得 推薦給大家深思一件事情 就是說Netflix大照 我們常常在追韓劇的那個Netflix 它其實是一個微服務的先驅 他問我一件事 他說那Rex我問你一個問題 Netflix它在用AWS去部署它全球7x24小時的 這樣平台架構的時候 它是不是還發明了Ru 大家知道什麼是Ru嗎 Ru就是Spring Cloud Gateway的前身 它一開始在Netflix的專案叫做Ru Ru是歐洲版的酷斯 就是一隻恐龍這樣子 他說Netflix也發明Ru 為什麼他沒有用 直接就用了AWS提供的API Gateway 為什麼 因為AWS的API Gateway是INFA INFA團隊在控制的 那開發者還是希望能夠有些自己的主導權 所以Spring Cloud還是有它的地位在 而且我們希望是 我們可以 Java不是說RunWise嗎 然後RunAnywhere嗎 那其實Spring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大家可以思考的方向 那其實還是 就是說你用Spring還是有一些挑戰 這個其實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這種原來的開發者可能要投身在 對平台的研究 對應用生命周期的管理 然後這個要問題排查都會變 還是有Spring沒有Cover的部分 所以呢 從2018年開始 微軟 過去寫Java的人 對微軟是有點不太開心 對不對 對 我們以前都覺得 什麼東西 你這個 你的這個 JDK 你的這個Java runtime 讓我們這個在Windows上跑得很不順 可是其實 我的理解 我們 Pivotal 以前Pivotal的Spring團隊 很多人過去微軟 那微軟其實在這幾年 也有一個大幅度的改變 然後 尤其他收購那個Linking之後 Linking的整個系統是由Java開發起來的 所以 在微軟收購 尤其他的CIO換人之後 他們對於這個投入是 非常非常的龐大 甚至於他還有自己的這個 OpenJDK的版本 所以 我對微軟是 抱於這個肅然起敬的這種 這種心情 那 他在2018年跟 我們Pivotal VMware 合作了 就是說所謂的 這個 AgileSpring Apps 以前叫做 AgileSpring Cloud 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 Spring Apps 那 在這裡 他希望可以做到 全面的底層的代管 他底層其實是用K8S做的 然後 把所有 這個Spring的 offering 這些框架 bundle在他平台裡面 可以讓你快速去 部署應用 然後可以易於監控 那 這個QR Code是 這一個 AgileSpring Apps的文件 大家有興趣 可以上去看一下 裡面有非常多的 包括 Spring動物醫院 然後 購物商城 然後 你可以快速的 在部署 那我待會有一個demo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好 那他的這個offering 其實我覺得 個人覺得非常棒 那他 底層是用K8S去 Provision出來給大家使用的 那可以看到 他也是一個 因為他是公有雲 所以他是一個 可以多重擊 快速Provision 那 順便公商廣告一下 這個套路跟VMware的K8S是一樣 就是說 他是以多大 就是說 以多個重擊 來構建出一個這樣的平台 那你可以想 你可以看到 就是上面這個重擊 它其實就是一個 非常多 一些Spring的 包括Eureka 包括Spring Cloud Gateway 這樣的組成 然後包括提供了 所謂API portal 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基礎版 一個是Basic 另外一個是Enterprise版本 Enterprise 它還有一個更進階的 Spring Cloud Gateway 可以讓你去做 跟他的AD社會做整合 然後你可以做到 所謂藍綠部署 這個是非常完成的offering 當然你利用了 Ager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這個平台的時候 後面的Database的整合 其實是蠻快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跟一些CICT工序的整合 那當然Venway 在這邊 Venway的同事 這個服務是由Venway 跟這個微軟共管 那主要的這個 後續的技術支持 跟Support 是由我們兩家公司一起做的 那當然 時間過得這麼快 我都講得有點喘 15分鐘其實不太夠講 這個 沒關係我們後續可以再安排其他的 或者是 我可以再做成 Youtube 在網路上給大家看 那其中他另外一個技術叫做 BuPack 你在這個開發過程當中 你不需要再去關心你的容器 你的鏡像 你在你的打包好的 你透過 他的這個工具 az command line 就可以把你的這個 compile好的架檔 推送到 推送到平台上 從裡面的完全沒有任何的這種 所謂的 你需要去動手寫 Duck file K-by-ass Yaml file的工作 那這個技術 這邊有QR code 這個技術其實 源自於這個 Bnware跟另外一個公有雲 PaaS平台 我們一起開發 那我們把它捐給CNCF基金會 那這邊你可以找到更多資訊 你可以利用它來 開發你的這個 你的容器 容器應用 那這個跟你用Duck file 什麼不一樣呢 你可以理解到Duck file 其實跟你的應用的綁定 是比較緊密的 那透過BuPack 它其實是 把你的這個 這個容器的模板呢 把它獨立跟應用是結合的 你可以透過這個模板的選擇 來決定你要怎麼去綁定 那這是一個還蠻不錯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 非常多銀行非常喜歡 所以Vnware就把這個技術 捐給這個CNCF基金會 那另外呢 目前Google跟微軟 跟這個Helco 它我們都有投資這個專案 那這個也是被我們放在這個平台裡面 那建議你們啊 就是說不用再去裝一台機器 然後去什麼Duck engine 去View那個Image 你可以透過這個技術 那其實你們在用 Java開發那個Marvin Plug-in 不是一個SpringViewImage嗎 其實它就是用這個技術 那你們這樣子View的時候 你那個底層啊 你那個Template不能改 你可以透過這一個鏈接 去參考它的一些 那個設定 你可以去改你要的這個Round Time 或者底層 或者是你的這個Tanket 或者是你要用任何的Middleway 都可以去改動 我以前幫其他銀行去把WAS 綁在那個ViewPack裡面 是一個瘋狂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這個是Spring Cloud Gateway Spring Cloud Gateway這邊有一個QR Code 那這邊呢其實Spring Cloud Gateway 以前過去可能是一個比較單純 我們現在幫它做了一個Operator 那你可以佈在這個 其實我們包括幫Raybmq做的Operator 幫Gamify做的Operator 你是可以快速佈在K8S裡面 讓你變成是一個 類似一個服務一樣 可以快速Provision 那以目前新的發展 Spring Cloud Gateway它現在要去 可以support所謂的這個金氏穴部署法 要support所謂的藍綠部署法 這個也歡迎大家可以參考 那另外就是說它可以跟 你的這個Single Sign-On的這個機制做整合 那這邊再做一下工商廣告 這個Spring的這個Round Time 現在以目前來說 VMway有所謂Commercial Support 那我們可以 因為那個目前其實在 我剩下一分鐘 好目前剩下這個 我們的這個Support 其實是可以讓你可以有開Tiki 或者是我們可以快速反應 另外一個可以延展 因為現在目前最後一個2.x版的Spring Boot 只到2.7版 2.7版 那你要到2.7版 其實在我們的GitHub上面 有一個工具是可以幫你快速 從2.7買歸到3 那這個我們有提供 商用支持 如果後續各位夥伴你們有興趣 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這個是額外 除了剛剛提到一些Spring的 相關的Support之外 其實在AgerSpring Apps裡面 它有一個這個 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範例程式 那你們可以透過這個點到我 那你們可以透過這個點到我 部署在這個平台上面的應用 那時間上的關係 你們可以剛用這個QR Code連上去 用你的手機呢 幫我做一個這個攻擊我的行為 那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透過剛剛的QR 欸你們剛有看到QR Code嗎 你可以連上來麻煩你們 開始攻擊我這個應用 然後我們看看 之後會變怎麼樣 那這邊可以快速的去生成 這個是AgerSpring App 這是AgerSpring Apps的一個畫面 那我可以快速的去生成一個報表 那請大家開始DDOS我 好這個是用我信用卡刷給大家 刷給大家玩的 你們可以看這個其實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那AgerSpring Apps它提供了 快速的這個應用查找 然後監控 一些一些模塊 那包括這個Spring Cloud Gateway的這個配置 你可以都可以透過它 然後可以跟快速跟它的AD做整合 欸你們好像蠻客氣的 沒什麼人攻擊我 QR Code QR Code 在這裡 好 過了就沒了 哈哈哈哈 歡迎你們開始用你們手機 瘋狂的看一下是不是有什麼變化 因為這個 我們時間不多 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工具 那最後最後我想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你試用完之後記得刪掉它 因為有一次我試用完忘了刪掉它 然後呢這個月節帳單一萬多塊 讓我有點心疼 好 那因為時間到了 不曉得如果有什麼需要呢 我們後續可以再 歡迎到VNWay的這個網站上 VNWay的User Group 我後續會再提供一些資料在那個上面 好吧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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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